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祷告 天微亮祷告 到旷野去祷告 四十天近时的祷告 还有什么 上山去祷告 退到旷野去祷告 在科西玛里园 一次 两次 三次迫切的祷告 所以一个成圣的人 他是个爱神的人 他一定会因着爱神 他祷告心境神 所以这是第三个特点 要第四 也是个爱神话语的人 诗篇第一章第二节 诗篇第一章第二节 好 一章来读 唯喜爱野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了 一个爱神的人 一定会爱神的话语 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那么特别诗篇119篇 描写到 张神的话藏在心里面 免得我得罪你 一个成圣的人 跟神的话语 一定是不能分开的 你要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语 藏在心里面 才可能成为一个成圣的人 所以同样的一个成圣的人 他一定爱神的话语 要第五 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十四章 Chapter 14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好 一章来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所以你发现 一个爱神的人 一定会怎么 遵行主的话语 不只单单只是爱主的话语 而且会遵行主的话语 第六 一个成圣的人 跟圣灵分不开关系 我们翻到以复所书第五章十八节 以复所书第五章 好 一章来读 不要醉酒 酒能死人放荡 来要被圣灵充满 什么叫被圣灵充满 最好的定义是什么 被圣灵掌管 不是说圣灵充满 就倒在地上 然后发热发麻发斗 在地上打滚 或者讲方言 结理所描写的圣灵充满 你发现上下文都关乎什么 生命跟道德 生命跟道德方面的 一种彰显 能够成为智慧人 能够爱惜光阴 能够明白主的旨意 能够用诗章诗灵歌 彼此对说 然后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能够长长的感谢父神 甚至能够敬畏基督 能够彼此顺服 你发现所有的描写 都是关乎什么 关乎生命跟道德 这就是在希腊文里面 这个圣灵充满 它的字根是Pray Pray Prayal的充满 Prayal 那么 进到使徒行传 第二章也描写到圣灵充满 他们就讲方言 门徒又被圣灵充满 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 描写到保罗被圣灵充满 他就得到医治 眼睛就看见了 然后描写保罗跟鱼女马 鱼女马 这个树林征战 描写到保罗都被圣灵充满 然后就 就让这个鱼女马眼下 异能的彰显等等 那个圣灵充满 要注意 在希腊文里面 是用另外一个字 Pray Pray 是另外一个希腊字 是两种不同的圣灵充满 很可惜过去的复印派 一讲到圣灵充满 一定是坚持 Pray 的充满 那翻成英文字的话 就是 P A R O Pray 这个翻成英文 就是P I M P Pray R A M I P Pray 米的充满 好 圣灵 有两方面的章写 有Pray 的充满 就是以福所说第五章 是属于官复 生命道德的充满 这种美德的充满 是官复圣灵的九种果子 人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 心事温柔皆知 但是 到了使徒行传所描写的 这个 Pray 米的充满 是官复 恩慈能力的 方言 异能 方谈讲论神的道 是官复 过年的前书十二章 九大恩慈的章写 但是很可惜 过去的复印派只强调 第一种的道德性的充满 只强调 圣灵的九种果子 却不强调 恩慈能力的充满 过年的前书十二章的 九大恩慈的充满 所以你发现 对 基督徒很有生命美德 但是当你面对 赎令征战 要去传福音的时候 就没有恩慈能力 一兵赶鬼 见证所传的道 但是我们感谢神了 中国的教会 所以能够遍地开花 就是因为 弟兄姊妹的信心 祷告 一兵赶鬼 神的歧视 见证所传的道 所以包含着我们 两方面的充满 但是次序是 哪种先 第一种 生命 假如你没有 生命美德 爱的充满 圣灵把神的爱的 浇灌在我们心里面 这种浇灌 充满神的爱 没有这种 做基础的话 拼命 像一些 所谓 灵恩派的教会 拼命 这种恩赐能力的话 很容易 骄傲 跌倒 半岛人 因为人一有恩赐 很容易就骄傲的 除非你真的是 得生命 得得更丰盛 有第一种 pray roo的充满 我们来读一下 这两个希腊文 pray roo 三个音节 pray roo 要 pray me pray me 这种pray me的充满 是关乎到 恩赐能力的充满 我们也要 两方面 都是平衡 圣经 圣灵 两方面的平衡 同样的 我们需要 两种的充满 道德 生命的充满 也需要什么 恩赐能力的充满 否则就好像 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 他们有很好的军事 知识的训练 很好的策略 很好的 这个作战的方案 但假如没有武器的话 怎么打 我们需要有武器 这个武器就是 这些义能恩赐 义病的恩赐 干鬼的恩赐 义能的恩赐 知识言语 智慧言语 各方面的恩赐 然后我们去传福音 才能够真能够攻破 这个撒旦的 这个坚固的淫灵 把人的心意 什么 夺回 否则你今天跟他讲 今天请他吃饭 今天用爱心 但是 他看不到神的大能 你跟他讲金发论 他从小就学金发论 从小就是无神论 你真的单单用嘴巴讲 汪迪兄你们在上海传福音 有多少是你们用嘴巴 讲到他信的 不是 是神的大能 你要跟他讲 辩论 辩论到他 觉得这个金发论是错的 然后信耶稣 这种很少的 不是你辩论出来的 还是他真的是 在聚会当中 他遇见神 经历神 弟兄姊妹为了祷告 他经历到神的能力 经历到神的意志 他自然信以夺毁 不是你 刚才讲知识理论 所以 初代的教会 你发现 为什么能够爆炸性的增长 好好读十行传 其实就是什么 圣灵行传 就是圣灵恩赐的 大能的彰显 就是这个 品牌米的充满 所以 我们两方面的需要 但是 最 第一步的 是要追求 圣灵 这个 道德上 生命上的充满 成为一个成圣的人 被圣灵的掌管 掌管你生命的每一部分 你的思想 情感 意志 你整个圣命都完全真的让圣灵来掌管 没有一部分 没有被掌管 被充满的 然后第七 刚才提过了 就是要效法基督的 然后第八 一个成圣者 他一定会走门徒的道路 好 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十四章 路加福音十四章 我们从十四章的 二十六节 我们来读 二十六节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 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 弟兄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 私下 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好 就跳到后面 这个 三十三节 这样你们 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 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好 也就是连续讲了三个 不能做我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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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反过来 要能做主的门徒 需要什么 第一 要爱主胜过一切 第二 要什么 舍己 被使家跟随主 第三 甚至 你真的愿意 撇下一切 来跟随主 把你整个生命的主权 一切都交给主 做主的门徒 所以一个成圣的人 跟门徒 是不能分的 门徒的生命 是不能分的 就是我们 上礼拜 我们在希腊文课里面 讲到马太福音 第七章 耶稣要我们 进窄门 走小路 能够得到 那个生命 丰盛的生命 那条路 其实就是什么 门徒的道路 答案 就在路教福音 十七章 但很可惜 大部分基督徒 都不走 门徒的道路 不做主的门徒 都是做什么 平信徒 但耶稣要的 不是一个平信徒 要的是什么 门徒 甚至 耶稣把门徒 拆拜出去 到最后 造就装备了 变成什么 使徒 刚才我们学了 希腊文 使徒是什么 Apostalus 神要把我们分别 拆拜出去 Apostalus 所以你发现 初代的教会 为什么增长那么快 信徒 门徒 使徒 三部曲 一个都不能少 中国大陆的教会 我想汪弟兄 可以做见证 陈平可以做见证 真理 Faith 灵格 他们从中国来的 都能够做见证 中国大陆的教会 就是这个三部曲 信了主 做门徒 为主而活 到最后 开放家庭 做小牧人 传福音 站讲台 不是停在 那个信徒的地位的 今天我们 很多教会 你问他来教会多久了 25年 还是老样子 问他来了几年了 30年不变 还是在那边做礼拜 不是耶稣所要的 耶稣所要的 让你听到 学到 行到 传到 从信徒变成门徒 门徒变成使徒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个家 你就可以做家务 你就可以开放家庭 建立教会 这个才是家庭的意义 一个目的 神给你一个家 不是让你在那边 享受家庭之乐 仁理之乐 对这个是很重要 很基础 但是神要 建立家教会 你们 一定要用这个模式 也就是初代教会的模式 很可惜 君士坦定王 做王之后 为了要控制教会 叫你们 都从离开家庭 然后给你建立一个大教堂 Cathedral 大教堂 然后你们一起来聚会 他就来盯着你们 控制着你们 甚至 传道人的心讽 是政府给的 他才会控制你 从那个时候 祖后三百年之后 整个教会开始走下坡 就进到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所以感谢神 神在这末日的时候 借着中国教会 借着中国教会 向全世界的教会在说话 真正的模式 是要全民皆兵 是要走家教会的路线 因为你每个人都有个家 这个家 不是单单只是享受家庭温暖 不是让你在里面自私的享受 你要到一步开放家庭 建立教会 建立家教会 有公司 建立公司教会 有家庭 建立家庭教会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翻转这个世界 如同初代的教会 今天我们要发一千万 两千万 五百万 买个大教堂 神的国度很多的资源 就是用在这个盖大教堂 其实根本就是不需要发费的 你可以把两千万做算教 用在神功上 用在神学院赞给人才 对不对 我们的神学院就可以买个大楼了 我们就可以 我一直到神给我们更多的宿舍 我真的一直在祷告 在北美我们这个湾区住太贵了 我每次想到我们那个小小的宿舍 停车也不行 保温也不行 我真的觉得很气 我没有祷告 其实这些丰富的资源 给我们丰富一点点就够了 我们就会买几个宿舍了 我们就可以收更多最优秀的学生了 不需要为住而担心 生活而担心 还要去打工 还要去做part time 搞得那么累 我想到你们做part time 我就很难过 真的很难过 真的求神把这些资源 用在对的地方上 不要去盖大教堂 几千万干什么 一个礼拜只用个几个小时 值得吗 浪费 所以真的求神 让我们回到圣经 让我们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死的形状 不要再中了世界的诡计 不要再中了君士坦丁的诡计 要给你盖个cathedra 大教堂 其实越大就越害了我们教会 你真的看教会历史 都从那个时候 教会就走下坡 所以求神光照我们 要我们真的是 回到圣经 然后 最后一点 住在主里面 一个成生的人 他一定会经历 约翰福音15章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 我们放到约翰福音15章 好 我们一同从第一节 我们就把整个阶段 第八节到第八节读出来 好 一同来 我是真葡萄树 我不是灾黑的人 凡数我都结果子的知子 他就减去 但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知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 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看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知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我们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着我 你们就不能说什么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知子留在外面 覆盖 人生起来 仍在我里上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而你们所愿意的 请说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责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恩典 有没有看到 一个常住在主里面的人 会得到什么恩典 有没有注意到 会有些什么的彰显 或经历 结果子 结什么果子 圣灵的果子 还有下面所说的 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这个是什么 福音的果子 还有呢 能够结圣灵的果子 结福音的果子 还有呢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凡你所愿的 祈求就给你成就 好像主耶稣给你一张 空的支票 签的字 你就写吧 凡你所要的 就给你 这个就是祷告的权柄 跟能力 今天我们做传导人 就是需要这个祷告的权柄 受安病人 病就得医治 凡你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你成就 而且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 你读经就有维码 主就在你里面说话 今天传导人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没有主的话 就是假先知 因为你没有先得着神的话 你在那边 东讲西讲 这个是什么 假先知 我们要先得着神的话 主在我们里面说话 我们才能够做什么 神的出口 今天教会为什么软弱 就是因为 传导人没有先得着神的话 讲故事 讲消化 整个北美教会 欧洲教会 整个走下坡 传导人都是在讲故事 讲消化 讲见证 没有主的话 当年历陀生在中国 在上海 能够带下大福星 就是因为历弟兄 有主的话 他不单读荷苯圣经 他还要读希腊文圣经 他灵修是用希腊文圣经读的 他读了好多的亮光 有主的话 所以叫做福星讲台 讲台要福星 但是很可惜 今天很多的北美教会 没有主的话 而且 那个讲到时间 但是短了 不能再短 25分钟 半小时 第二次没多还没有听进去 而且大部分都是先讲个故事 讲个消化 讲个消化 appetize一下 然后再讲一点新闻 诗诗 圣经只读了一节 结束了 难怪 美国的教会软弱 欧洲的教会关门 没有主的话 中国的教会 你要讲一个小时 他还是觉得短 我上次去河南教会 讲到 我也没有问清楚 一下就忘了 只讲了一小时 他说太短 再讲 阿里路亚 再讲 一小时还是短 他们跑很远的地方 最少要听个两小时 再过夜 要有主的话 所以感谢神 让我们常住在主的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子 我们就有主的话 我们祷告就有权柄 那么究竟 这里所描写 狮子跟葡萄树的关系 耶稣在说明一个什么特点 是怎么一种住法 How 有没有看出一个重点 这个树 跟资子 耶稣这个比喻 说明我们跟主的关系 是什么 24-7 是24小时 每一天的 这个资子是需要不间断的 连在葡萄树里面 耶稣讲了一个 不住祷告 不住的仰望神 不住的活在神的面前 Abiding in Christ 我们需要不住的活在神的面前 不住的仰望他 是一个不间断的灵力的关系 也就是所谓内在生活的操练 内在生活的操练 它的宝贝就是 让你内在的生活 跟外在的生活 可以同时并进 你开车走路 灵里面还是个仰望的耶稣 你的灵眼还是长的脸 可以看见主的荣光 这个就是住在基督里的一个重点 Unceasingly Abiding in Him 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仰望 神要我们的信仰生活是24-7 不是只有礼拜天 才去到教堂 才仰望神 敬拜神 也不是单单 只有早上灵修 晚上灵修 才亲近神 是不间断的 是这个葡萄说 Always charging 不断地在充电 不是只是早上充一下电 其实有这样的基督 已经不错了 早上充一下电 晚上灵修一下 已经是不错了 但是耶稣的要求是 对不起 是不住的充电 你上班也好 做事也好 开车也好 跟人讲话也好 就像荣教师说 我现在讲话 在灵里面 摸着耶稣跟你讲话 不住的仰望神 也就是知识跟葡萄说的生活 第二 耶稣用abiding这个字 原文是manal 其实 我们中文就翻译 长寨 很可惜翻不出来这个味道 其实这个字的原文是 不但是abiding的意思 更是logging 记得logging的意思吗 在美国有个旅馆叫 economic lodge 最经济的住房 lodging 很多人翻译这个 常在 翻译的常住 耶稣像一个房子一样 我们住在他的里面 特别 我想 这个 去过中东的 你就知道 在中东那个地区 特别 在外面 都是 不是风沙 都是热 都是冷 当你进到那个房子里面 你就觉得 真的是安息 真的是享受 同样 耶稣要表达这个观念 我们要 懂得 住在 他的里面 享受 他的同财 Enjoy God 这是保罗在 罗马书第五章 十一节 都说的 要以神为乐 今天我们的信仰 常常是 以祝福为乐 以好处为乐 以安慈为乐 甚至很多时候 我们以 读经的亮光为乐 这个都是吃药 要以什么 以神为乐 Enjoying His presence 这就是我们 上个学习 讲到敬拜的 一个重要的重点 我们敬拜神 神的圣洁 包括什么 他的什么 永美 记得吗 当你来到神的面前 不但是敬拜 祂是那位 至高 至尊勇的神 Majesty God 更是要敬拜祂 神的为什么 永美的神 The beauty of God 你真的是爱祂 敬敬祂 享受祂 如同享受 父亲的同在 如同享受 爱人的同在 这个才是 对神的敬拜 就是你真的 享受到祂 所以我们也提到 在 Vasmissor Confession 里面的 小教理问答 第一题 还记得吗 我提过 人 基徒的最高的 生活的目标 生命的目标 是什么 What is the cheapest goal of a Christian 他的答案 还记得吗 Glorify God And不要忘了第二个字 Enjoy God Enjoy God 清教徒不是 生活 好像就是 很刻板 叫清教徒 我们对清教徒都误会 其实清教徒 是最懂得 生活的艺术 他们要享受神 享受神的 一般的恩典 特殊的恩典 他们会享受 家庭生活 享受大自然 享受度假 享受 接受不是 就是苦哈哈的 整天就是 即使祷告 通宵祷告 然后就是拼命地 去传福音 行军 咬爷利各成 那个班式 也有享受的 你们 所以主耶稣 讲约翰福音十五章 其实是提出一个 重要的真理 住在基督里 不但是与基督的关系 是一个 不间断的 灵力的关系 更是一个 享受的关系 你如何享受 这个房子 一切里面的设备 更丰富 特别现在夏天来了 哇 回到家 打开冰箱 喝杯Coke 或者冷冰水 哇 打开冷气 好舒服 坐在沙发椅 更舒服 享受 但是 更荣耀的享受 是把基督 当成一个 荣耀的房子 你住在他里面 去享受他的同在 Enjoying God 也就是 内在生活 一个重点 我们希望 再过一两个学习 会看内在生活 会讲得更深入 所以一个 成圣圣命的人 他能够接触 圣灵的果子 他一定是一个 住在主里面 常常亲近神的人 与神同行 与神共化的一个人 好 有没有问题 关于 这几方面的特点 可能还有别的 我只是 在预备的时候 把这几个重点 写出来 好 另外呢 我们下面 就翻到 我们跳一下 在你们的讲义 后面不是有个 圆圈的图吗 懂得吗 有圆形的图 看到这个图吗 讲到灵 魂 体 那么什么是成圣 成圣就是在我们 这个内在生命里面的 灵的生命部分 功能部分 魂的功能部分 体的功能部分 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灵的生命功能 是死的 直到我们重生得救 灵魂苏醒 是直到这个灵生命 灵功能的苏醒 那么魂 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一致 更是整个的魂 这个是完全死的 魂的功能 生命 我们的情感 医治 思想 都完全被罪 污染 被罪捆绑 然后我们的身体 更是各样身体的恶行 不该做的事情 都做了 被罪捆绑 那么什么是成圣 成圣来是 当圣灵 接着神的话 拨插 拨插 神生命的种子 这个新生命的种子 慢慢的成长到一个地步 拨插 新生命 他心里上去 口里承认 他就重生得救了 这个新生命的能力 就进到 他里面的每一个层面 功能 特别就是 灵 生命功能的恢复 他能够 明白神 经历神 认识神 也是关于灵 生命功能的 然后他的思想 情感意志 也越来越 各方面被改变 他的身体 生活 许多的 不好的行为 也慢慢在改变 那么 成圣的道路 就是 这个新生命 能力的恢复 会越来越 掌管他整个的 生命的 每一个层面 更功能 他的灵觉 会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活泼 在灵里面 越来越敏感 随时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他的 灵知 灵情 灵觉 会越来越丰富 所以我们先简单的 先看 这个 灵生命功能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这个 灵觉的部分 我只是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 以后还会更深入的说 这个灵觉的部分呢 我们翻到 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 希伯来书 第五章 那假如 King James Version 回去看看 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的翻译 跟我们合本 完全不一样 我们看第五章十四节 一同来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钢粮 他们的心跳 习练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胀 这个心跳 把它画起来 什么是心跳 其实原文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着什么 Sensus 那 初代的教父 俄罗里根 他被称为 他被称为 内在生活之父 所以书安 技术套 他是内在生活之父 我们追求内在生活 一定要认识 俄里根 他是第一位 解释 这个经节 这个 心跳 其实是 原文是 Sensus 他解释 这个Sensus 其实就是 俗灵的五官 Faculty 他就从这个经文 推论 这个 俗灵的五官 包括 灵里的眼睛 可以藏着脸 可以看见神的荣光 俗灵的耳朵 圣灵像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隐隐听 保罗跟乙父所说 在对乙父所的教会祷告 求神开他们心里的眼睛 这个是灵里的眼睛 可以让你藏着脸 看见神的荣光 也可以开你 俗灵的 这个 嗅觉 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 这个 嗅觉是 闻到基督同在的心香 基督如同 到处来的 高有 我前天跟 师母早上在灵修的时候 太奇妙了 我们读到 哥林多后书 我们翻开来看一下 哥林多后书 你知道我们读到 这段经文的时候 灵后第二章 读到感谢神 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圣 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给师母再解释 为什么这个香气 对这等人是做死的香气 叫它死 在哪等人做了活的香气 叫它活 当我们一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师母说 哇 闻得好香好香的玫瑰香 我没闻到 但是师母的灵 嗅觉 味觉 非常敏锐 我就说 这是圣灵的教官 香头 他说香头不得了 是玫瑰的香味 因为师母最喜欢玫瑰香的香味 那这个是属灵的 这个叫味觉 嗅觉 嗅觉讲说 味觉是嘴巴 尝到主恩的滋味 能够吃主的话 喝主的血 那这个是这个 这个味觉 那嗅觉会闻到 那这些属灵的五官 都因着圣灵的教官 因着你跟神的亲密 这些属灵的五官 会越来越开通的 所以很多人 他能够跟神亲密到一个地步 他灵里的耳朵 常常是听到神的声音的 很清楚的 读经就是有神的瑞瑪 主对在他里面说话 很清楚的 所以解释关于这个 灵的功能部分 那么其实在这个灵觉的之外 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叫做灵知 或者叫做灵悟性 我们来看 或者有时候翻着叫做 也是翻着心窍的 我们翻到路教福音24章45节 那这个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不注意 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比灵觉还是更重要 因为灵觉是官府经历的 这个灵知是官府属灵的悟性 我们看路教福音24章 好 我们看45节 45节 好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这个心窍 跟希伯来书第五章 那个心窍不一样的 很可惜我们 合本的翻译 就把两个都翻到一样 心窍 十年的通达 其实原文 是sensus 节里的原文呢 是 悟性 属灵的悟性 原文是nus nus 这些是属于灵生命的 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神要开我们 里面的这个心窍悟性 nus 原文是悟性 属灵的悟性 好让我们读经 都有亮光 都能够读明白 为什么没有信主的人 他读圣经 都不明白 因为他的属灵的悟性 这个 灵生命 悟性的这方面的功能 没有被打开 除非他从生得救 耶稣在他里面 开他这个属灵的悟性 那这个悟性呢 我们再多看一处 圣经 在彼得后书 第一章第八节 好一通来 你们若充充足了 有节几案之后 必使你们在认识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治 显难 不结果子 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个属灵的悟性 是官复到我们 对神的认识 对真理的认识 所以我们一生 读圣经 能够是否 不断地明白 圣经 不断地认识神 就官复你灵里面 这个属灵的悟性 这个路 那 当我们走成生的道路 我们的属灵的悟性 会越来越被开启 就好像我们 属肉体的大脑一样 能够越来越明白 很多世界的东西 但这个是属肉体的大脑 我们要明白神 要认识神 要属灵的大脑 就是这个属灵的悟性 那不单有灵觉 灵知 能够认识神 更有灵情 这个灵情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尽心尽信 尽一尽你的爱神 爱慕神 敬慕神 也就是 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 叫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之 他写的本书 叫Religious Affection 你们英文可以的话 上网去看这本书 我看了这本书 实在发现 Jonathan Edwards 是一个爱慕神的人 他说 宗教信仰 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事情 不是得着什么 来是得着这份的宗教情 就是爱神的感情 他说整个信仰生活 就是爱慕神 享受神 就是Religious Affection 你原来没有这份的 对神的Affection 对神的感情 爱情 但是你信主之后 就是不断的操练 活出 精密 丰富 这个所谓的 对神的感情 就是爱他 享受他 但是很可惜呢 我们在福音派里面 比较强调是 灵情 灵觉 灵知 强调哪一个 灵知 就是 知性的 物性的 最厉害 对这个话语 最强 但是有多少时间 能够安静地 去默想神 享受神 能够有这种的 contemplative 的prayer contemplative就是 赞扬神的永美 叫做静观式的祷告 静观 在灵里面 静观神 contemplative prayer 那么可能在聚会所的 道统很少 这个是要在 这个密气派的 道统里面 在强调 属灵五官的 道统里面 做很丰富 那 在内在派里面 更重要的就是 讲到这个宗教感情 对神的这个 切勿 爱慕 恋慕神 那在福音派里面 比较不讲的 觉得 哇 好肉麻 怎么恋慕神 耶稣是我的信仰 我是他的信父 福音派里面都讲 我们是基督的精兵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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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打仗的 去传福音的 但是假如你没有这种 生命的爱的基础 你打两下就死了 你就遭遇到困难 你就放弃了 需要三方面 灵情 灵觉 跟灵知 知性 对神的认知 认识 悟性 好 然后我们再看 魂方面的功能 的改变 跟丰富 思想方面 好 我们先看 哥罗西书 第三章第二节 假如讲义 这个圆圈 写得很少的 你就补充进去 哥罗西书 第三章 第二节 一同来 你们要什么 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我们的思想 要多思想神 思念上面的事 再翻到 罗马书四二章第二节 刚才只读了第一节 没有读第二节 我们再来看 罗马书四二章第二节 第二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存全 和喜悦的旨意 所以我们要思念神 并且我们的 心思意念 要不断地被更新 而改变 你的思想 价值观 对神的认识 对自我的认识 都要不断地 能够丰富 真的看到自己的软弱 自败坏 许多的软弱 那么这些软弱 不单单 只是看到 只是道德上的软弱 或者说只看到 我没有去犯 这些道德的罪 在我们建门课 最后的一两堂 我更会讲到 从我们整个的 心理的 本质上面 一些的弱点 可能你的自卑 情节 或者说你的 心理的不安全感 或许你里面有 某方面的 骄傲致富 或者你有一些的 对自我的保护 或者说一些 负面的情绪 忧郁等等 那这些东西 都要被对付 你都要去看见 否则你不认识 你这个成长过程 里面所受到的 这些伤害 有些负面的情绪的话 你很难去突破 讲灵命更性的 假如你 里面有个 很强烈的自卑感 那你就很难 敞开你的心门 跟人交通 跟人有团契 跟人有同工 别人不小心 讲那一句话 你就受伤害了 我就不来教会了 很多问题 都是我们里面 很多的 负面的 psychological witness 不是道德的罪 但假如这些东西 不去得到意志 跟对付的话 很容易 就进到道德的罪 会有它里面的 一种的孤独感 那很容易 就会 有些不正常的 道德的罪 会产生 这些东西 都要去认识自己 然后被圣灵来光照 被圣灵做内在的医治 话语的医治 能够去面对 或者说你里面的愤怒 为什么很容易生气 hot temper 可能都跟原生家庭 成长过程 有些的关系 所以你们现在感谢神 每个学习 我们都有辅导学的课 其实都是在认识自己 怎么去 透过这些认识 能够有个健康的心灵 先有健康的心灵 才有活泼的灵性 我告诉你 我们过去 福音派 只是说 你独经祷告 爱耶稣 但是不认识自己 心灵里面的 几些的witness 所以你 活泼不起来 灵命更新不起来 就是有些 几些里面的 心理负面的拦阻 很难 所以 这也是属于在 魂方面的 一些的思想情感意志的 自我认识 一些错误的价值观 一些感情上面的 一些伤痛 伤害 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包括 Anger 愤怒 这个 自卑 苦毒 这些都要去认识 都要去对付 那 如何让我们的心思 能够被改变 所以我们刚才读了 诗篇第一章第二节 昼夜要思想神的话 让神的话语 不断地在我们里面 更新我们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被改变 原来那个负面的思想 原来那个错误的世界的价值观 现在被神的话语 流转过来 也经历圣灵的意志跟大能 才会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变我们的情感 好 关于情感方面呢 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 过年的后书是六章二十二节 保罗讲到 若人不爱主 这些人是可奏可助的 在我们的魂层面 功能 我们需要爱主 约翰义书第三章十四节 也要什么 爱看得见的弟兄 也就是我们的感情的所在 要过年多前书第九章 二十三节 你发现保罗还要爱一样什么东西啊 在他的感情部分 他爱什么 看到吗 过年多前书第九章 找到了吗 他在这里怎么说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复印的缘故 为要缘同德且复印的好处 他爱什么 爱人的灵魂 爱纯复印 解释我们的感情所在 你爱不爱纯复印 你爱不爱世上的灵魂 要到了一个感情的最高峰 我们的魂层面的感情呢 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 要什么 以神为乐 不但你在灵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的享受 你在你的思想感情里面 也有这样的一个专注 以神为乐 enjoying God 要在我们的意志方面 一个重要的意志 关联到后书第五章第九节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 我们怎么立了志 要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强烈的意志 这个will power 所以基督徒不是单单只有 你的情感部分 我们的意志是很重要的 要立志什么 得主的喜悦 我们再读下去 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 第三章十三节跟十四节 一同来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者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我来的奖响 有没有看到保罗的意志 要努力 要得神的奖响 然后你再看前面的话 在十一节 要竭力 解释什么 意志 我们基督徒也要 真的是建立好 我们一种强烈的意志 我要 我要陶主的喜悦 我要努力 我要竭力 在神的国度里面 许多熟灵的丰富 恩赤 恩赐 生命 都是需要我们什么 有这种意志 去得着的 我要 要在身体部分 我们翻到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 哥罗西书 第三章第九 对 第九节 一同来 不要彼此 撒访 说访 因你们已经 脱去 救人 和救人的行为 看到吗 救人的行为 看看在我们 这个行为当中 有没有这个身体的行为的 救人的行为 生活的一些恶习 一些错误的行为 救人的行为 要脱去 那这也就是 以赴所书第四章 所讲的 要脱去救人 要穿上信任 我们的行为 言语各方面 都要改变 特别这个 在言语方面 我们来看 以赴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 第四章二十九节 一同来 为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 造就人的好话 要听见的人 得益处 然后再看这个 第五章第四节 因此妄语 和嬉笑的话 都不相依 总要说感谢的话 所以我们的言语 行为 要越来越甚化 被改变 所造就人的话 所感谢的话 然后 到了以赴所书 第二章 第十节 十节 Chapter 2 Verse 10 我们来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 叫我们所行的 你的行为需要什么 有善行 要行善 所以什么是成圣 就是让我们的灵智 灵觉 灵情 让我们的思想 情感 意志 言语行为 越来越 掌管我们生命的 每一部分 但这样的一个发展 是一个一生的过程 没有人说 哇 我已经完全 但是我们就是 不断地努力 除去我们身体灵魂 这些不洁净的 那么天的一个成圣观呢 跟 聚会所的成圣观呢 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 聚会所基本上呢 一个 三元论 他们很重要的句话 魂的破碎 灵的出来 那基本上 他们认为 在人的里面呢 有三个的 存在的 单元 或者叫entity 或者本体 有一个灵的entity 然后有一个魂的entity 然后有个身体 看得见的 然后这个身体呢 就好像是一个战场一样 被灵控制的话 他就 有美德 有善行 有圣洁 但假如被魂来控制的话 所以魂要破碎他 灵才能够出来 假如被你的魂来控制的话呢 你就会犯罪跌倒 所以把人里面呢 把它分成三元 那 魂跟灵 今天在里面打仗 struggle 立志行善 有得我 行出来有不得我 就是这个灵跟魂 在那边打 所以你 行出来 就有不得我 那解释一个三元论的看法 那 因为我们在系统神学一里面呢 已经讲过这个二元论 三元论的问题 我只简单地说明一下 那么 赞成三元论呢 基本上呢 是用贴萨罗里亚前书 第五章 就是保守你的身体 灵与魂 都能够圣洁 因为在这里提到这个 身体 灵跟魂 的问题 贴萨第五章 二十三节 但是呢 我们要小心地注意 不是一签经文提到 身体 灵跟魂 就表示说 我们的 这个人是分开三部分 有三个单元的存在 因为很简单 我们刚才一直读 马可福音 十二章 尽心 尽信 尽意尽力 难道 我们里面就有四部分 有一个心的 独立的存在 有一个魂 独立的存在 有一个意的独立的存在 不是因为 讲到三个的东西 就是有三个的存在 其实是讲到 三方面的功能 四方面的功能 尽心 尽信 尽意尽力 这四方面的功能的表现 而不是讲到 这个人的 这个存在的结构 有四部分 这同样的 保罗在贴前所讲的 身体 魂跟灵 其实 是指到 这三方面的功能的表现 是一个整体的人 因为你发现 当耶稣讲到 人的存在的时候 在马带福音 讲到 杀身体 不能杀 灵魂 它 是把人 只是分成两个单元 身体 就是杀 身体 那灵魂 它这个字呢 用 suke 魂 就是表达 是两部分 身体 跟魂 那有时候去表达一个整体的人呢 圣经用身体 跟灵 所以灵跟魂 常常都是 好像是一个 同一字 来表达 描写 在我们里面 看不到的 那个存在的部分 那我们中文就 很厉害了 碰到这些字呢 就放着灵魂 两个都包了 又是灵又是魂 因为实在也真的 有时候 圣经 来描写 我们里面那个 看不见的 那个存在部分呢 描写是灵 有时候描写是魂 在我们讲义上面 回去你们 去查考一下 这些经文 那么 基本上 我们 所表达的 所接受的是 二体 两个本体 三用 三个功用 二体三用 所以 当 一个基督死了 他 里面 那个整体的灵魂 the invisible soul 或spirit 就离开了 身体 埋在棺材里 而不是说 一个基督死了 灵 飞出去 然后还有个魂 飞出去 身体在地上 那这个灵跟魂 是怎么样配合呢 不是独立的三个单元 只是 二元 像耶稣所说的 杀身体 不能杀瘦 还有更多的经文去 你可以看到 讲到人的本体的时候 常常只是提到两个 身体 或者灵 或者身体 跟魂 那更不是说 一个人信了耶稣 他没有信耶稣之前 只是有一个魂 跟身体 没有灵 只要信耶稣的时候 哇 灵就进来了 然后 他就变成有灵 有魂 有身体 这个灵 不是一个独立的 entity 进来 来自你本来 就有这个灵魂 只不过 你这个灵魂被罪污染 你的灵功能 完全失去 所以灵魂苏醒 不是灵进来 所以不是三元论 是 你本来 你信主之前 跟信主之后 你是同一个灵魂 同一个本体 同一个identity 而不是说 你信主之后 跑了一个灵进来 那你变成是谁呢 因为灵才是重要的 对不对 你不是多了一个灵进来 只是 你的灵生命功能 输进过来 他们不讲功效的 功效就是 二体善用 他们是讲 是一个 distinct entity 善元论是指的 distinct entity entity 是一个 distinct ontological entity 它是独立存在的 叫三元 你懂吗 不是三个功能 三个功能 就不叫三元论 它是 零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魂又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体 也是一个独立 看得见的存在 三元论会讲说 你没有得救之前 你 这个 灵 的 本体 是不存在的 但是 他们 解释 重生 就是圣灵 把这个 灵的本体 就是 在你里面 renew 你就得着了 所以 你原来只是一个 魂的人 跟体的人 没有这个零的本体 但你 对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在系统深圳 一发了班堂的课 去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 我们今天只是因为 讲到成圣论的时候呢 跟这个三元论 跟二元论呢 会碰到 所以 回去看看那个讲义 这些经文 那有问题呢 我们下礼拜再说一些的说明 那先回去做一点 home study 看看解释经文 你就 就了解了 然后我们当中 已经读过系统深圳一的 就没有问题了 好 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 可能我们的讲员 已经在下面了 好 我们就做 一个感谢的祷告 我们 我们 要 Good happen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